那么在命令模式下呢 除了光标移动操作之外呢 我们后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指令 其他指令再来看后面的 那么后面的话看黄色啊 复制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命令 就是关于我们的复制的一个操作啊 复制操作 那么复制操作的话 这个命令呢 它在用的时候 不能独立的用 不能独立的用 为什么不能独立的用 好比我们windows下 我要复制一个文件 结果呢 你只选择了复制 你只选了复制 有效果吗 没有效果 那怎么样才能看到效果呀 倒不是加路径 倒不是加路径 难道就是说我找到一个路径 它就有效果了吗 它也没效果啊 其实最主要的效果是 你不止复制 还要干嘛 你还要粘贴 你只有粘贴出来了啊 才能出来一个新的文件 因为复制嘛 所以这一块这个命令呢 也是一样的 复制呢 它不能单独的去用 我们需要配合粘贴一起去使用 要配合粘贴一起去使用 与之同样的 还有谁呀 剪切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 所以这个命令呢 和待会粘贴 那个移动命令啊 我们都一样 剪切命令一样 都要配合这个 粘贴命令一起使用 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复制啊 复制 那么复制呢 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叫复制 复制光标所在行 复制光标所在行啊 光标所在行 那么怎么按键 按键很简单 按键直接按一下YY 也就是YY 小写的啊 小写的YY 复制光标所在行 那么按下键之后呢 看看有没有提示啊 这个时候我再把这个窗口 再大一点啊 咱那个翻篇已经翻篇了啊 往上 嗯 往上 那么呢 我这时候呢 光标定位到第一行 注意啊 我按下YY键之后 看看这个屏幕 有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变化是吧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应该的吗 是不是应该的 应该的 因为我们没什么呀 没有粘贴 没有粘贴 所以这个复制是没有问题的 那怎么去粘贴呢 好 复制好了之后 那么接下来粘贴 粘贴呢 就是在想要粘贴的地方 按下P键 想要粘贴的地方 按下P键 小写的P啊 按下P键 为什么是P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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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P啊 它的单词就是P开图的啊 所以是P啊 所以是P 行 那么按下之后 按下P 是不是两行一模一样的 对吧 所以呢 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那后面这行呢 就是我们粘贴出来的 粘贴出来的 这个是YY和P键啊 复制和粘贴 那这个呢 只是表示我复制光标所在行 只是表示复制我们光标所在行 那如果说我想复制这个多行怎么办呢 第二行 第二个呢 就是以光标所在行为准 向下复制指定的行数 向下复制指定的行数 那么按键 按键就是数字YY 数字YY 数字是整数啊 不要来小数啊 数字YY 数字是一个整数 然后粘贴也是一样的 粘贴按下P键啊 粘贴是不变的啊 行 可以试一下 哎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从这个head开始复制 head开始复制 注意啊 我光标是在head这行的啊 是H开图对不对 我向下复制几行呢 我向下复制三行 那我输 3YY 这时候看下面提示 复制三行 OK没问题吧 行 我放后面去 放后面去 我放到最后去 然后按下P键 多了三行 哪三行 Helt是不是多了 Mail是不是多了 UCP是不是多了 那么这时候有个问题啊 我们复制 向下复制指定行数的时候 包不包含光标所在行 包括了 因为刚才要大家注意了 是H开图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不是还是H开图的 因此说明了 它是不是包含当前行 所以再快要注意一下啊 因为特别是涉及到 这个包不包含当前的 这个东西 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啊 以光标所在行为准 需要注意的就是 包含了我们当前行 包含当前行 向下数了两行 其实 因为当前行算一行嘛 向下数了两行 那一共是三行啊 所以是包含了当前行 包含当前行 那么这个呢 是第二个命令 第二个命令 那这里面有没有其他命令呢 其实还是有的 但其他命令呢 用的就比较少一点啊 那么这两个命令呢 用的比较多的 一个是复制光标所在行 另外一个呢 是复制光标的所在行为准 向下呢 复制多少行啊 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呢 叫可视化的一个 可视化的一个选择 可视化的一个选择 可视化的选择 这个选择是稍微比较强大一点 但是呢 用起来可能稍微觉得烦一点 因为呢 它和我们歪歪键呢 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或者说关系并不是很明显吧 你看我们这个呢 是直接按数字加歪歪 或者直接按键就行了 那么第三个呢 叫做我们称作为叫可视化的一个复制 叫可视化复制 怎么去按键呢 按键就是在我们的本身的这个状态下 按下Ctrl加 加V Ctrl加V Ctrl加V键 Ctrl加V不是表示粘贴啊 不是表示粘贴 千万不要弄混了啊 按键是CTRL Ctrl加V键 加V键之后呢 很显入的特征就是下面被变了 变成了可视 并且注意是块 然后怎么办 然后我们按光标 对那一个上下键 按下上下键头 对 被标记的这些东西 就是你选中的 被标记的就是你选中的 选中之后怎么办 按下YY 按下YY 你看下面复制了17行的块 是吧 复制好了之后呢 然后也是一样的 找到你想粘贴的地方 按下怎么减 按下P减 按下P减 多出来了 按下P减 转贴了啊 Ctrl V 进入可视块 Ctrl V进入可视块 然后呢 就可以选择了 当然这个的话是 针对于一些 就是你想只复制一部分 你看刚才那个咱们都是复制行吗 整行整行的嘛 这个如果说你想复制一部分的话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退出可视块啊 按两下这个ECS就行了啊 ESC 不是ECS 按下Ctrl 加V 然后呢 然后移动啊 或者说按下我们的这个上 上下 左 右 方向键 来选中 需要复制的一个区块 然后最后呢 按下YY键 进行一个复制 最后呢 按下P键 粘贴 当然这个的话 其实用的稍微比较少一点吧 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呢 呃 像这个操作 应该是 使用的一个程度是最高的一个 使用程度是最高的一个 因为以后的话 我们需要频繁的对一些 软件的配置文件 进行相关操作 那么配置呢 肯定是他 现在又给我们一个例子 那这时候我如果说新建一个的话 那可能你就要复制诊断了 那么复制诊断的时候呢 用这个光标所在行 往下复制多少行 这个操作呢 就比较方便一点了 啊 行 那么这是关于三个复制的相关的操作啊 当然复制的话 可能还有更多的 那么更多的话 我们用的可能就不一定能到了啊 主要是这三个 特别是第二个 特别是第二个 啊 这个比较用的比较多一点 啊 有东西说向上复制 向上复制的话 数字 数字 加上 哎 向上复制啊 向上复制这个东西用的比较少啊 说实话还没用过 找一下看看 YM向上复制 哎 这地方找到了啊 看看答案怎么答 但是这个实话还算是向下复制的啊 不要搞错了 移动到上面 第十行 算当起行 好像这个答案是 不对啊 答案是不对的 而且我们在这里面好像也没找到 关于向上复制的东西 啊 向上的话呢 要么用可视化块 要么呢 就把光标移动到上面 因为它这个答案的话 其实是向下面 向下面复制的啊 这个是复制啊 复制和这个粘贴操作 那么除了复制和粘贴呢 我们后面呢 还有一个和粘贴也要一起用的呢 这个Mindina叫做 刚才说的还有一个要配合粘贴一起用的 减切是吧 哎 减切 减切 但这个减切呢 我们和三除一起讲啊 为什么一起讲 这个就相当于 为前 之前和那个 移动和从明明一样 一起讲的原因是 命令是一样的 命令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块呢 咱减切和三除一起讲 那么减切的话 这地方 第一个 我们说减切 或者说三除光标所在行 对一行啊 光标所在行就一行嘛 嗯 按键怎么键呢 滴滴 滴滴啊 滴滴 那么按一下这个键 看看有什么效果啊 你比如说这个 no login是不是在一行上啊 啊 我按一下滴滴 现在行数是不是40行 行数还是没变 是不是都删了 啊 东西是删了啊 东西是删了 然后后面的话 它有这个布浪号 布浪号也是 往下啊 往下 那是不在行的啊 啊 为什么这个行数 这个行数什么行数啊 这是光标所在行的编号啊 那我们三掉一行之后 是不是下面一行上移了呀 所以是不是行数 肯定还是显示35 啊 但是总行数已经变了啊 刚才40呢 现在变成多少了 那我再删呢 35了嘛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我们删完这行之后 下行是不是上移了 上移了吗 上移了吧 而光标没动 光标没动 所以光标呢 又重新站在下一行的这个行手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显示不变的啊 那我们这个滴地删除之后呢 它有个效果 效果就是删除之后 下一行 上移 下一行上移 啊 这个是删除或者剪切 那为什么说它剪切也是这个命令呢 那这样 那这样 我们先这样 我们先选中这个最后一行啊 然后按下怎么键 安迪地 是不是没有这行 我把它放到最前面去 然后你按下批键 它就出来了 它就出来了啊 那所以这个命令到底是删除呢 还是剪切呢 到底是删除还是剪切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是剪切 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剪切 那如果你剪切了 你不粘贴 它的效果就等同于谁 等同于删除 等同于删除啊 所以这个命令 严格意义上来讲呢 它是属于剪切的命令 但是如果你剪切了 不粘贴 它就是删除 需要注意啊 滴地 严格意义上 说是剪切命令 但是如果剪切了 不粘贴 不粘贴就是删除效果 就是删除的效果啊 这个呢 是这地方呢 所隐藏的一个含义啊 如果你滴地了 你不按P 那它就相当于删除了 但是如果按了P了 它就剪切了 所以这块呢 我们把它放到一起 就是这个原因啊 滴地既表示删除啊 又可以表示剪切 这是当前行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剪切 或者说删除光标 光标所在行 为准 向下 向下 删除 删除 或者说 减切 指定的行 这个按键呢 和刚才这个复制啊 其实是一举同工 感觉差不多 那就是数字 加上滴地 数字加上滴地 这个是 这个命令 那当然这个命令的话 它包不包含当机行呢 它也是 包含我们当机行的 也是包含我们当机行的 行 那么主要看这个 这地方呢 它有个光标 删除之后呢 下一行呢 会上移 那么看这个地方 会不会上移啊 从这个地方开始删 我要删除 后面两行 那么后面两行的话 那就包含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这个路程是要上移啊 理想中的路程是要上移啊 二 滴地 上移了吧 上移了啊 所以呢 这个命令呢 它在删除的时候呢 我们光标的话 也会保持不动 下一行 上移 删除之后 下一行 上移啊 下一行 上移 这呢 是第二个 这个命令 那第三个命令 第三个命令呢 要讲的倒不是这个可视化的了啊 要讲的不是可视化的了啊 第三个呢 是讲的是 减切 或者说 删除我们的 删除 删除我们光标所在的一个当前行 当前行 但是 但是 删除之后 下一行 不上移 不上移动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按键 按键就是大D 按键就是大D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我想删除第二行 并这一行 那么原本状态是不是后面这个DAE会上移啊 那时候我按下大D 那不上移的话 由于这行被删掉了 所以呢 它就是一个空行了 哎 就是一个空行了啊 这个是这个效果 那删除之后 当前行会变成空白行 当前行啊 会变成 会变成 空白的 好 空白行的话 并且那么下一行呢 它也不会上移啊 这是第三个啊 这个效果 哎那有没有说数字加大D的呢 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我想删除两行 两行大D 你去按下键之后 你会发现 没动静 没动静啊 所以这些东西呢 也不要去拆了啊 数字加大D这个命令呢 是没有的啊 数字加大D这个命令是没有的啊 那么删除的话和减切呢 我们需要记住这三个就可以了啊 用的稍微多一点的 用的稍微多一点的呢 是前面这两个啊 前面这两个 这两个呢 用的频率呢 多一点 一个是删除光标锤带行 下降上移 另外一个呢 是删除光标锤带行 以当强为准 向下删除 或者说剪切 指定的这个行数 好 删除 减切 那么孙带的话 相当于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也把这个P键呢 也就是粘贴键啊 也给使用了一下 粘贴的话 一般呢 就和复制啊 减切啊 一起来使用就可以了 啊 那么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前面这几个啊 复制 删除 粘贴 这个操作 然后后面的话 还有一个是标黄的 这个标黄的呢 我们可以放这 放一块来啊 第四个啊 第四个叫 撤销 撤销或者说 恢复吧 撤销或者恢复 那么撤销恢复的话 这个呢 相当于我们的 这个键 和这个键 我们Windows下什么键呢 Windows下是Ctrl Z和 Ctrl Y 是吧 Ctrl Z表示撤销 Ctrl Y表示 恢复啊 就重做啊 重复 那这个键 这两个键呢 在我们这里面呢 是不好使的啊 不好使的 那么怎么去 撤销 怎么去 恢复呢 那么先看去撤销吧 我们刚才是不是 已经删了一行啊 那现在我不想删了 我想恢复一下 我想恢复 怎么办呢 恢复的话 那这个恢复的命令 就是撤销嘛 撤销怎么办 按一下这个 冒号 再按一下 U键 小U啊 不是大U啊 小U一定是小U啊 冒号加小U 那么刚才三多 是不是三多第二行啊 就是空白行那一行 恢复了吧 说一行发生改变 一行发生改变 这一行已经发生改变了 它又恢复了 就这一行 那如果说我想再继续撤销呢 再来U就行了 它就撤销上一步了 再来撤销 再撤销上一步了 没看到 没看到吗 它不有变化吗 是吧 又又夺出来了 一行被加入嘛 又夺出来了 37行了 我们刚才删了 大概删到这个位置 结果现在又夺出来了 现在37行 那如果我再撤销 38行了 你再撤销 39行了 那这个呢 是撤销命令 撤销命令呢 就是输入 输入冒号U 一定要注意这个大小写 一定要注意大小写 因为我们VM里面的命令有很多 它不同的写法 表示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大小写不要搞错了 是小U不是大U 而且这个大U和小U 看着可能感觉长得差不多啊 但是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输入小U 对 输入冒号就不属于命令模式了 直接按U 哎 可以啊 等会啊 我来验证一下 嗯 可以啊 可以 行 那就 不用冒号吧 你们如果想不用冒号 那就不用冒号吧 U 啊 或者直接输入U都行啊 冒号U也行 啊 然后这个U的话 它怎么去记 这么就记 全称叫 安度 度呢 表示做 按 取反 不做 不做就是撤销 啊 这个是撤销 那恢复呢 恢复的话 我们按一下这个快捷键啊 叫 扣扣加 扣扣加R 你看刚才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把这个删掉了呀 没了吧 哎 然后呢 我撤销 是不是又有了呀 那如果说我再去恢复的话 是不是又没了呀 扣扣加R 是不是又没了啊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键呢 是扣扣加R 它是一个快捷键 表示恢复之前撤销的相关操作 啊 恢复之前的撤销 哎 其实换个词来说 就是取消之前的撤销 哎 就是取消之前的一个撤销的操作 呃 这个意思的话 就不好记了 它就记着R就行了 就记着空扣加R就行了啊 这个快捷键杂后面呢 还会遇到一次 还会遇到一次这个空扣加R 但是那个空扣加R 和这个空扣加R呢 不是同一个含义 这个呢 是在命令模式下 这个空扣加R 它表示恢复 也就是取消之前的一个撤销操作 行 那这么看的话 我们这地方呢 几个标黄的命令 也就是属于我们的命令模式下 相关的命令了 啊 那么刚才呢 这个同学这个东西提的很好啊 我们这块的话 它表示 它属于另外一个模式了 不属于命令模式 哎 但是这个呢 它就属于命令模式了 啊 这个可以的啊 又长知识了 成全球中 下轮中 下轮中 下轮中